可以好好地持戒 诵经 坐禅 都有体力 不会退转 菩萨之所以求多财宝 未欲调伏 诸重圣库 有钱讲话大声 了解吗 人家听你的 对不对 人家尊敬你 所以不是为了表现有钱 这样你才可以调伏他 来来来 吃素 对不对 我请你们去吃好的 素食的 大家做好事 菩萨所以求男子生 未欲 尘气 圣善法固 这个男人生有体力 比较没有男人不用怀孕 男人没有月事 对不对 所以他在做什么都很方便 很多女孩子问我说 师父 我这个什么 历假日来了 能不能去佛寺拜拜 这个跟你拜佛有什么关系 拜佛是新的 但是就不方便 自己有痛苦 脸色苍白 对不对 等等等等 体力不好 所以我看过 像我以前我的二嫂 她每个月都要死五天 就像要死一样 这么痛苦 做女人这么痛苦 所以我还认识一个女孩子 她 怎么管 这两天出来旅游 怎么不见了 到医院急诊了 什么事 她生病了 不好意思说 不好意思我就知道什么事了 这么痛苦了 不见了 因为什么 堕胎又没超度了 堕胎没超度 所以她就 她的妇女病就很严重 那个小孩子给她要载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一定有堕胎 她说师父没有 没有 尸体下问你就有了 然后你赶快超度她 你超度她 她这个痛是 事她的痛感染到你 所以各位要 发愿做男人 欲成法器 胜善法 你就可以做更多善事 所以菩萨所以求与言辩了 是为注重生受法于故 那你就跟她说法 她才听得下去 所以古时候都要辩论 古时候外道很多 所以瑟利佛辩论第一等等 再来 菩萨所以求不畏大众 畏欲分别 真实法固 所以各位对什么样的人 说什么样的法 你不能怕对方 你要冷静观察 然后怎么样去 心很平静的 就是啊 冷眼 热心 慧眼 痴心 分辨好 怎么去处理事情 所以事故善难指 菩萨具足八法 能治他你 能如是行 是明真实行 所以 好 我们就念到这边 我只是告诉各位重不重要 哎呀 每一部经典都是这么精彩 而且这么样的 这不是读好玩呢 真的能够帮助自己 真实能够帮助众生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把 在家里请一步打仗去 好不好 没事就拿来看 老公不回来 更好 赶快 你不要回来 所以儿子往生 顺便超度 对啊 因为能够深入经账 智慧如海 发菩提心以后 我一定要深入经账 那你才知道怎么样自立立大 千万不要懒惰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来这边读博士 这个才是博士班 但是你懂了英文 懂了中文 懂了法文 懂了德文 那当然更好 那你能够把这些经典 透过当地的语言 而且被接受的程度 去讲解给对方听 功德无量 所以像我们在这边讲 都是直播的 露营的 做带子的 目的就是说 越是要传出去 一切都免费的 对不对 佛法不能买卖 但是这需要弘扬佛法 要透过现在的科技 现在的流行叫人工智能等等等等 想尽办法大家 应该把这一部经讲成像白话的 不用解释那么久 反正让人家边开车听得懂 老菩萨听得懂 生病的人听得懂 然后知道怎么做 那我想这个是最重要 不然你就一辈子也机会没看到 来 这一部经 这一辈子第一次看的 举手 问题就在这边 这个 你享受菩萨节来 还没看过这一部经 这是最浅的菩萨节 但是这个却这么重要 所以我感谢我的法 师父如需让为我开讲这一部经 所以我师父的录音带他讲还录下来 我还经常要去听师父的价值 因为他讲这部经他就希望我去受菩萨戒 受了菩萨戒以后 那你要出家就不会有障碍 方向也会正确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想如果各位能够出家了 那真是福报 我们就可以出家菩萨 修菩萨道 更容易 不能出家了 那是一个难得 又能够推 那当然更难 但是要多一点时间去深入精障 为了接触众生 这样最好 好 我们回下来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惜消除 五 世事常行菩萨道 特别最后这句话就是 菩提心 愿生生世事为众生 和修行行菩萨道 好 我们休息 阿弥陀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向佛像供养金银等珍宝 将会具足兽用 永远远离贫穷之苦 得自在于一切财宝 永无一切敌亥 固满财宝 具足一切圆满功德 首先跟各位大德们讲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这边的谭神里面的 这个佛像的一个简略的介绍 因为各位大德们都是遥远的地方 来这边 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可以了解联花生大事 那我们供奉的祖宗叫做 连花生大事 就是我们叫我等或者是相同连世的这个像 那这个像以前是在西藏三明耶诗里面 连花生大事在世的时候 他自己亲自所造作的 我们叫同等连世的像 那连花生大事跟这个佛像 说将来我不在的时候 你能不能可以代替我 那这个佛像自己亲自说话说 他可以代替连花生大事 所以叫做等同连世的像 那后来在西藏 就是整个佛像已经迫害了 就是目前没有这个佛像 只有一个照片 那我们呢 依照这个照片来打造 就是等同连世的这个像 所以祖宗供奉的叫等同连世的像 然后接下来是右边的 就是 就是天前博迪沙朵 也是当时在西藏一个大欢迎师 那左边的 供奉的叫做 就是当时在 连花生大师 迎请西藏的这个国王 然后呢 接下来是在 在右边供奉的 就是我们宁马派里面呢 有三大户主 就是其中一个叫 龙琴巴大师 那这个龙琴巴大师 也是连花生大师的化身 他也是一个 所谓的宁马派里面呢 非常有名的一个成就者 那接下来是旁边的 叫做 吉米林巴尊者 那这个吉米林巴尊者 也是连花生大师 跟龙琴巴大师的化身 也是可以算是 当时连花生大师在世的时候 有两种的弟子 一个叫做 出家众 那另外一个叫做 百亿巨士 那龙琴巴这边的拍戏 就是出家众 那吉米林巴 这边是百亿巨士 有两种的这个传承 所以这些都是 所谓的连花生大师的 这个弟子 那接下来在旁边的 就是我自己的根本上师 叫做 专军法王 记得一些读解 那他也是一个连花生大师的这个 化身 我们所谓的 服装师里面呢 他是一个 大的这个服装师 所谓的曲服的 曲莲师的这个服装的这个 服装师 那接下来在 左边呢 也是我自己的根本上师 他来自西康的这个 西藏西康的 德基 德基地方 他的名称叫做 坚坡阿琼 一般名字叫做 就是阿琼 那真正的他的名字 称为是 突天阶层 他上师的本名叫做突天阶层 所以这些都是 我们所谈诚当中 呃 光奉的 呃 这些的这个 谈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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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演唱 李宗盛